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我们即将推出我们有一款新的酱香酒 敬请期待 读报了时间 法广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泽林斯基和乌克兰精神当选 时代杂志2022年度的风云人物 那么这里面就表彰了 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入侵所展示的精神 时代召唤之前也表示 他们评选 年度的风云人物的标准是 对新闻或者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不管是好还是坏 时代杂志说 泽林斯基作为战时领导人的成功依赖的勇气 勇气具有传染性 这一事实 勇气是有传染性 明文时报 在民怨和经济压力之下 中国大幅放松 疫情防控的政策 那么就讲到新十条 新十条基本上完全就取消了全员核酸检测的要求 对于封控的范围和时间进行的限制 取消了强制转送方舱医院的规定 官媒说这是有计划的过渡 是习近平此前的清零措施 切保了抗议的胜利 中共看来是想是一种保全面子的战术退缩 让习近平无需承认 是广泛的反对和经济的痛苦 不是他改变的做法 尽管并没有彻底取消清零政策 这些变化能够很好地安抚抗议者 不过政策的大转变也会带来新的挑战 估计中国会面临感染激增的情况 英国BBC谈到了新十条新冠防疫的措施 没有提坚持动态清零 首次明显具备条件可以居家隔离 那么这里面讲到了 严格绝对的用词称 严禁以各种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单元门小区门 那这里面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这个呢很多说法 就解决了在这个二十条之后发生了乌鲁摩奇大火 还有各地的一些抗议活动 这个事情来看来 国务院的通告没有提到放宽路径隔离的检疫 这看来还是会有一个逐步了 英国伦敦大学的曾瑞生教授说 发布新规定的时机 颇为明确的说明 这是一个针对多星期以前的示威所做出的协调回应之一 那么金冬燕香港大学的 他说新十条无疑是像晃宽管控走前一步 但当局没有说明是否放弃动态清零 恐怕会造成一定的混乱 金冬燕说最重要是思想上的混乱 第二是理念没有跟大家讲清楚 上面想做什么下面不知道 这是很大的问题 曾瑞生教授说 那么讲到动态清零 是习近平把它称之为领导下 中国相比西方存在的制度优越性的证明 没有能够劝阻习近平放弃动态清零 他也不会聆听民间沮丧的声音 中国政府官员宁可宣称 新冠病毒的哥米克隆的致病率减弱 情况有变 应该改善了政策 而不是成了他们的决策出错 加拿大新闻网讲的内地疾控专家 冯子健研判说 最终会有八至九成的民众 新冠染疫 这就是张文同学讲 99%点多少 这个说法 看来大家也要这个预期 纽约时报 中国抗疫政策的大转弯 大面积大范围放宽防控的规定 就是习近平在过去三年里面曾经把政府的合法性压在新冠清零之上 让清零成为着旨在展示极权控制 优以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运动 他把二指新冠病毒的努力称为一场人民战争 为了消除感染使用了大面积的大范围封控和集中隔离的做法 但现在大爪弯 大爪弯来讲 它是一个保全面子的战术的退切 那么这个做法可以安抚抗疫者 新政策针对一些最麻烦的 就是人们普遍惧怕的防疫的措施 而这些措施反映了清零政策的侵怒性 这个讲到了清冠疫情 动态清零之下 经济民生这造成了很多损害 现在这有一个说法 纽约时报认为 严格的防控措施正确性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因为这些措施不能够阻止 感染力强的奥密克隆继续的传播 而世界其他地方已经适应了这个病毒共存的生活 今年11月下旬抗疫活动损害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损害了他的说法 他曾经说清零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对改善人民的生活必不可少 那就说话 邓于文说 习近平到现在也该明白了 这个病毒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既然没办法控制 那么开放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最重要是经济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下去了 如果他们再次收紧的话 普通老百姓真的会闹翻天 中国官媒没有在大范围的反对面前承认失败 而是把它说成是政府连续做出的名字选择的最新一个 这名字选择让中国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 我们强了 我们厉害了 病毒弱了 这个呢就是说做了很多的宣传 那么这里面临合力说 官媒铺天盖地的宣传显示着 中国如果通过宣传的掩盖政策错误 通过改变方向 这文章很长很长 就谈到了这些问题 如果他们正在考虑转弯的话 那么他们需要加强预防 因为新的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这是香港另外一个病毒学家的薛达的说法 亚洲自由之声呢 注意到了 换宽这个政策一起公布 现在已经出现了热收上的移民两个 这个热收已经过亿 专家说可能还要进一步的抓捕 示威者 上海呢 有居民说能移进移 移民是第一生产力 看来他们想移民 有条件移民的还是想走 美国之音 清流政策下台后 中国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那经过了三年这个事情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优等生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 只有5000多个死亡病例 远远低于欧美国家 但专家说 北京最大的防疫挑战 也许在放松清零之后 中国官媒说 抗疫疫情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中国的应对能力在增强 但这来讲呢 有一个学者 这个是乔治成大学的华学院教授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及人权协调中心的主任 高斯廷是说 清零退场 确划规划 习近平治国一个大的落点和污点 打着这么说 杨大利 也谈到了 中国的医疗和政府面临严峻的挑战 虽然是个正面的发展 但是呢 约翰普京 霍普京斯大学的卫生安全中心的阿美史阿达利亚医生论为 防疫最重要是让民众逐渐学会计算自己可以接受的风险 但那个过程过去是由威权的防疫措施完全停滞了 他谈到台湾和香港的防疫政策 病毒共存的初期的经验是可以得到大陆的一些借鉴 好了 不谈疫情 法广 荷兰拒报或配合美国就对华出口芯片制造设备 实施新的管制 这是一个新的消息 那么荷兰也表示 荷兰的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 叫斯奈纳马赫尔 他表示 荷兰正在跟美国政府就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的新线设计的谈判 虽然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下个月或达成关于荷兰限制的协定 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荷兰政府在2018年以来一直不允许全球最大的光刻机的企业 MASML 获得向中国运送它最先进机器的许可径 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潜在的军民两国的设备 荷兰企业ASML是一家重要的半导体设备的制造商 2021年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超过了20亿的欧元 那当然对这个公司也会有打击 但是荷兰转向美国压力之下 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也是荷兰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华尔街日报 这是个很重要的外事活动 习近平访问沙特 是否美沙关系紧张 他觉得美国沙特关系紧张 乌克兰战争加强全球权力重够的情况之下 这次访问会加深全球第一大石油出进口国 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间的关系 加拿大新网谈到习近平上的沙特的媒体 发表了署名文章 希望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这文章的题目的传承千年友好 共创美好未来 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这是在沙特的伊亚德报发表的 讲到了2000多年前的历史等等 德国之声说习近平访问沙特 美沙交恶 那么中阿会不会是个好朋友呢 那底脸问题 但有专家说 中阿的峰会其实并不表明阿拉伯国家 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这是沙特一种对冲的策略 反正美国不卖给他们的东西 沙特如果尝试从其他地方购买 这是普林斯顿的大学海克尔指出 美国当然能然是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盟友 沙特海克尔认为 这只是沙特对冲剧策略的一部分 这个国家虽然跟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 国际战略研究所住巴林的研究员哈商也认为 包括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内 我们也看到沙特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升级 而且国家甚至更有可能更愿意转让技术和技术 知识的伙伴 那么他认为对有关美国和西方国家 跟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会破损 这是被夸大了 由于阿拉伯峰会涉及的经济状况差异很大 目前很难预测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峰会最有可能展示中国作为资金和商业提供者的作用 并让沙特展示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作用 《纽约时报》也写了非常长的文章 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深化中国以及中东 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关系 这个人只在深化这个关系 关系双方的经济丽业是显而易见的 那两个国家当然对比人权都有自己的看法 美国呢现在在表示要降低中东地区的优先地位 要把外交和军事的资源集中在亚洲欧洲之际 习近平此行发出个信号 那北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增长 那么他认为了美国跟沙特阿拉伯关系很紧张 虽然呢拜登也有些弥补 但能难想到这里面呢 中国想在这里面有所自己的这个战略意图 拜登在今年七月混访问沙特阿拉伯在吉达 也试图向美国的盟友保证 美国不会放弃该个地区 我们不会一走了之把真空留给中国 俄罗斯或者伊朗来填补 他认为对习近平来说 这些峰会为国内的动荡提供了喘息之机 中国对严格的心外宪质的愤怒日益高涨 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被认为是几十年来对政府的最严重的挑战 那这里面讲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问题 哈佛大学的贝尔福中心的沙特阿拉伯研究的员 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穆罕默德阿利耶海亚说 认为沙特阿拉伯今天可以用中国取代美国是异想天开 但尽管当地的官员不可避免的 会对中国日益突出的地位 以及他们对美国衰落的看法做出反应 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的高级研究员 富尔顿表示 说海湾国家的对冲风险 这是一种不完整的描述 美国对他们来说能来是最重要的 但中国也是逼不可少的 他们对双方都做出了很大的共识 他们希望尽可能继续这么做 两边来取巧 德国之声不谈沙特了 谈台积电 台积电到美国风光开场之后 挑战才刚刚开始 台积电被证为是富国神山 那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 举行遗迹的典礼 拜登亲临现场 给出面子 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挑战 还没有表现出来 台积电的芯片制造业 这个行业独具龙头 圆圆巴巴位居第二第三的 韩国山江海力士抛在身后 但是大家知道多所有国家的芯片工艺 都集中了台湾的台积电 很危险 美国有人认为是去台化 要把经验的艺术 那么这里面呢 是不是在掏空台湾的技术 这个说法也甚嚣尘上 美国把这个富国神山搬到了美国 那么是不是说台湾少了一个富国的一个盔甲 那么本来说先进的技术到了飘洋过海 到了美国 台积电凭什么 可以信心满满说台湾的半导体地位 没有容易被取代 他其实台湾现在的 还有个企业文化 美国的工程师没有办法适应台积电的运作方式 所以他认为这个磨合还是非常重要 在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首先第一 时代召开把年度人物颁给了泽连斯基 算是实至名归 今年的政治风云人物 非泽连斯基莫属 看得出西方的舆论 对普京和习近平的评价 给的分好像不是很高 第二 中国尽力不放开疫情防控的措施 对于低迷的经济和疲惫 尽的愤怒的民意 或许是一种舒缓 但西方多数一定认为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看到了政策颁布的粉乱 语言不详的政策的阐述 让各地无所事从 疑似乎土政策纷纷上马 有一点各自违证的意味 转弯太快 带来的各种隐忧 理应有未与筹谋的映测 对三年疫情的各种批评声音分歧 给外交的感觉 当局有极旧张转变的印象 第三 习近平继续他的外交里程 对中国和阿拉伯事件的关系 中国和沙特的关系 海外的舆论评估是不一样的 但是北京的外交进取 似乎是以阿拉伯国家目前为经营重点 有关之后的评论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出ек Off